记录QG宁青 QG宁青打破了自己的零号实验场 再次刷新记录 一个多少时吧 现在看到我们的电影之王 R.C.小玉 1分227秒05 小玉的记录 但今天变成了宁青的记录 没错 欢迎人家日来看一下双方一个选车 直接上追光 追光对金红 这把追光对金红的话 其实前期 金红会有一点优势 机器方面 是 但是追光也是有一个自动机器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赛前比赛团队 你到我们赛点了 你们也不行 行不行待会不就知道了 这冠军我们要定了 小奶玉 奶香奶香的 我还真有点怕 现在打成这 爽不爽 我觉得挺爽的 那就看你能不能爽到最后吧 我觉得你们的心态已经封掉了吧 后面的比赛你们别想了 虽然现在的形态很重要 但打你们还影响不到我的心态 零七嘛台上大宝贝 台下大魔王 这次你快快回去当你的大宝贝吧 大魔王已经回归了 精神 Oligate 这次Oligate是从K24传出来 没错 传一戏至今 没错 这个已经洗脑了 真的洗脑了 这个24哥哥也是给我们联赛带来了非常多的标志的语言 上次他还发了一个倒立洗头的视频 我当时都看呆了 24哥哥人生赢家 来看一下第一场比赛 欢迎成假日 没错 两名选手的一个表现 没错 齐红对追光 来看一下起步情况 英雄这里是断 小翘没有出来啊 这里是CW单喷 这个机器操作有点失误了 刷插弹射 来了 还是很快的一个提速效果 拉近了小玉的距离 目前 简单接触 刷弹射还是用的非常极限 我们知道弹射 哎呀还算是路线 太极限了 是的 这个弹射说实话做得很好 但是好像是有单喷嘛 其实从具体上来看 小玉并没有被拉近 这里小小CW 感觉这一个画面和2V当中似曾相识 再来双刹弹射 来了 这个其实已经是偏向于优帅的弹射了 现在已经过去了35秒的一个时间 这里要点刹车 没错 要压车一下 这里是一个细节点 弹射车不飘 这个快速出弹没有点出来 没错 还是要先卡一点气嘛 并没有卡 这里直接刷弹射来挤满一管弹气 非常的极限 第二场比赛 小玉仍然是在立跑位 而且优势有点逐渐拖大的意思 这里双刹弹射有点拖飘 是的 但是还是出来了 对 但是这样一个距离来说 小玉的游跑距离还是比较稳妥的 可以看出只是用简单的刷弹射 这里这些断弹 并没有采用双刹 开始求稳了 但是这个距离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安全距离啊 小玉 没错 不选择卡其在等赛车的侧性 是 是 这也还是要弹起来 因为这两个弹射 其实相对来说 哪一程度比较简单 对 这个角度比较好弹 因为越刁钻的温道越好弹 对 是这样的 但先是最后的一个直角 那过来后还一个劲道口 没错 最后一个劲道的赛 成绩一分二十 二十七秒六五 再一次打破了记录 拿回来 二V你破我 疯了我拿回来 天哪 因为其实第一场比赛二V二 他本来也能刷新记录 但因为一个事物 让你已经反折过来 而且当时二V的话 刷的有可能是 破的一个多少十吧 十三 看到我们的电影之王 阿瑟小玉 一分二十七秒零五 没错 电影之王 这个不愧是跳过野狼 disco的男人 这个蝉食也有发言权 小玉的这个节奏反应 还不错 是啊 可能听着电影 就感觉进入到了 自己的世界 下一张宁青的选择 西湖直接拿出来 惊耀之星 对 不可能上双城 对 双城肯定得留 因为还有北海渔场 对 而且刚才是 宁青在西湖上 驾驶着惊耀之星 拿到了一个充限位 这两名选手 还是有一定的信心 都是跑到了 十九分之内 没错 十九秒之内 一分十九秒嘛 但是十九秒当中的话 是小玉会更加快一点点 会快半秒左右的一个成绩 对 快一点点 你说十九分 我竟然觉得毫无违和感 来看一下起步情况 两辆车性能是完全相同的 看这个小嫖起步 能够做出来 小玉很快 对 宁青这里还记得个手针单喷 对 这个是为了集气嘛 但是这一个集气 确实感觉 也是被拉开了一点距离 对 接甩尾以后 还是小玉 但被宁青拉近了距离 没错 一个甩尾就快退出弯 非常的细节 这边明星路线 可以看到小玉 对路线 所以过去做了 会更加贴一点 落地喷延放 WC W的喷 来了 不见追上来了 这也还是一个细节的 WC W 以后 开始做细节了 前面小玉 不好稳的 确实 因为在有落后不长的一个情况 还要防止对方上来对考 是的 这边 小玉要选择卡式 直接开大气走 您请选择了一个 两个人跑法 是不一样的 但是距离还是这么大 选择不一样的跑法 在临跑我也不会变 对 这里 其实好远 牛轻失误了 有减速出现 而且后面好像还拖飘了一下 对 牛轻应该是磕墙以后 出现了一丝的慌乱 紧接着调整 出现阶炎的失误 那这个距离 说实话 小玉拿到这一分 有点稳的 对 但是这张图 还是有很多的失误点 还是要看一下 后面做个选择 对 这个局完全可以 后面求稳了 最后那个跳板跳怎么样 小玉先过 求稳的话 这里就点的大一点 这样的话 你可以先过 开始一个转尾点 来看一下小玉的完成情况 后小玉一分二十九 来到自己的二 第二分 一分二十秒 是 二比零 哇 这边是连续拿下两 对呀 大分二比零 小分二比零 宁清压地大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一比一个人 在的赛制 在五 所以说 其实在比赛当中 可以说是小玉在 全程跑途当中 不会变换手势 对 而宁清的话 会三指和双指 是来回转换 转换的过程当中 虽然说已经练习了很多遍了 但是在数件度上 还是不如不转换容易 没错 他肯定还是会 听来说 用火神 看到对面海神就很难受 对 现在是一个关键局了 所以说 需要粉丝们 喊出你们的声音 RG粉丝为小玉加油 RG QG的粉丝 你们 愿意看到 凌晴落后吗 来看一下 这一局的情况 看起步 对抗一下 还是海神火神 没错 但这一把来说 宁清起步更快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边可以延续过来 但是宁清 但期时间更长 只能打前期 对 但这个后期 小玉 也是一名极限选手 要追上来 说实话很轻松 小飘 CWW 然后缺边很极限那个跑法 对 没错 但是感觉30秒 A特别小玉 才是采用一个不同的跑法 是 点票会更稳 还是卡了一点 没错 30秒过后 现在火神的技能 已经荡然无存 只能看利用自身的一个位置优势 来卡住小玉 难过来就断前去 拉近了 这个出弯速度 其实双方是差不太多的 就是车速的一个差距 哎呀 已经撞了一下 出弯太早了 小玉的路线能把扣住 还是稳了一下 但被顶了一下宁青 对 只不过说在后期的话 其实小玉的赛车还有优势 是 这里上门延续 宁青又是拿回到了林跑位 三季节奏不太一样 现在的话还是得卡一波期啊 小玉 没错 现在这一个位置优势来说 宁青还是能够稳住的 但是就看 小玉会不会采取一个进攻 这里有冲撞点吗 这个进到口 小玉速度很快 可以卡位 出弯 小玉的单位 快扯住了 宁青还是宁青稳住了 恭喜宁青扳回一分 真的是大心脏这一波 但是啊 那个点 在落那个木桥 宁青的失误是什么 宁青失误 就出弯太早了 就顺利冲剑 这一把 胜利来之不易 是 其实当时最后的进到口 也不好 做太多对抗 八两台迅捷流星 越是这样简单的赛道 越能够拿到胜利 而且越魔人呢 对 你说你做极限吧 太容易失误 不做极限只能目送 还怎么办 而且这张图其实 尤其是迅捷游行来跑的话 已经是滚瓜烂熟了 是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起步 还是小鱼更快 三只还是很快的一个小鱼 但是这个弯道集气的话 宁青出弯更快一点 没错 平方单气 宁青有什么问题 刚才弹气没有集满 卡锡速度损失太大 那这样小鱼就会有个零跑位的优势 而我说的 尽力尤其拿城市网吧这样去跑的话 失误概率非常小 没错 而且单确还是很稳定 第二转最后那个点是个进攻点 这里出弯也慢了 没错 这样的话双方是各给机会 就看谁能把细节拉完到最后 这边单气人去小鱼过得非常的极限 没错 可以说现在双方是并驾齐区 现在宁青只落后一点车身位 WCW这边 过来有很贴定啊宁青 没错 这个车速又被拉近了 应该是小喷和单气的节奏放的不一样 现在都有机会 这一个点可以直接一个后面 对 这里路线 但是宁青还是被小鱼卡到了一下 这里贴得非常死 没错 在前面就是有一定的卡位优势 这样的图并不像木奥窟 是 木奥窟可以选择卡住电房的小盆 但这个图不可以 这个要卡戏 这个距离很近 你看小鱼怎么做 拖了一下 给他一个机会 快拖了一下 拖了一下 你经过来 这一旦延续 可以达成 但是 通到了 空到了 是的 那这样的话机会不多了呀 看这个对抗 有没有 好像撞不到 这个距离完全撞不到 最后一个进到 小鱼顺利通过 3比1 3比1 距离赛点 最后一个只差1分 3比1呀 只差1分就可以拿到自己全局的赛点 是的 我的天哪 现在所有的压力给到宁星 下局选择非常关键 没了 你现在 现在的话 零号实验场 没错 起步车是RCT占领优势 3比1呀 对 他不可能留车 因为对面选择珠光者 他已经用过的赛车 他留车没有用 但是同时 也是因为 也是因为有这个地狱天启在 所以说亚洲荣耀 这个可用性就 用性变用嘛 对 就比较丰富了 更加的松动一些 可用空间 来看一下起步情况 宁星下的追光者 是有一定的自动机器 所以说小玉第一个弯道 只能采用刷弹射 但是起步的速度 这边看着零球 直线上墙啊 左侧有一个小小的假弯 这次是被小玉挤开了 没错 这样的话宁星感觉 怎么跑怎么不顺 看这个跳板情况 步的走比较极限 没问题 这是两圈赛道 要这样的话 后追小玉 如果说有一点小失误 也是能够追上来 没错 这里有一个自动机器的技能 看一下这里 弹气延续的一个完成情况 小玉还是要卡满一个弹气 就看小玉 她自己的一个极限性了 没错 三个弹气的跑法 保证了自己的一个容色地 就这两个弯道来看 小玉做的不是特别的贴 得拉近距离了 现在得看弹气速度 手里面两个弹气的跑法 下一个弯道 就不必采用一个极限延续 是 这里放完小喷以后 就可以接一个CWW 这样的话 速度会更快 有机会已经翻转过去 凌晴反超过来 但是距离并没有被拉开 没错 这里还是要双杀 因为双杀出弹射的概率更高 但是第二弹没有弹出来 但她集气也是集满了 没错 现在凌晴来到了一个顶跑位 驾驶的追光者 这样的话 亚洲龙要来后追 还是有一些麻烦 这边先接了一个侧身 角度不是特别好 调整了一下 是 不过这一个调整 没卡板 直接WC25 把弹气延续过来 少一管气 说实话会不好 但是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没错 因为最后一个 可以用一个WCWW 一个极限弹气延续的方法 但是这样的一个距离 确实被凌晴拉开了 所以说这一个距离 只要凌晴不发生个人失误 小玉还是很难反超了 是 对 最后这个跳板的难点 球稳可以了 打不进这边可以球稳了 没错 因为凌晴还是两个带系的跑法 所以说跑起来更加得心右手 恭喜凌晴扳回了一分 3比2的比赛 还打破了记录吗 我没有太注意到这个秒数 那如果是的话 应该是打破了 我们都在看当时凌晴的一个位置 确实领先比较大 因为前期处于一个落后 QG凌晴 QG凌晴打破了自己的零号实验场 再次刷新记录 没错 G2为2以后 一轮一 solo 再次打破一次记录 这也是连续两次 破到自己的一个零号实验场 保持了20天 没错 但是从凌晴的表情上 看不出来丝毫的青铜与开心 还是7秒33 我们车上是S追光者 得再进一步 现在还是小分落后 一个小分 对 看一下小玉的选择 桃园剑格 用什么 金鸿对到天鹏 桃园剑格用金鸿 对啊 这个在2v2当中 就使用到金鸿 其实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那把前鹏拿出来 也还好 因为有地狱天启 对吧 对啊 这样的话 转向车也不是那么吃紧 而且讲真 其实天启还能用 木高扣杖 绝对可以用 容错率反而会更高 因为地狱天启速度有点快 是 那看一下 这场比赛的起步 看一下起步情况 每次都是最快的 是 而且小玉第一个弯 集气上会有一定的优势 而行星的话 就要多点几次刹车 对 你还没信呢 这边接单前去 对 多点几次刹车 但是还是很难进来 磕到了 小玉在前面好像 没错 行为还是比较稳定的 一个起步优势 确实 尽量在前期拉开 一个比较大的距离 才能给予到 宁星一定的压力 因为宁星价值的天篷 气势容错率 还是非常高的 是的 现在看宁星的路线 已经掌握得非常好了 看这个难点 两辆会随时弯 看这个路线 已经很贴了 被拉近给距离了感觉 对 是 这里采用一个撞墙的跑法 跑两人跑法 是一样的 是的 再接WC WP 没错 但是这里的话 就也交一个单气延续 看能不能接上 可以接上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已经来到第二圈的话 金虹的特性 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 但是其实从 赛车的基础性能来看 我觉得金虹 也不是很差 不差特别多 毕竟财出的车 过得很贴贴啊 年轻 是 但是也有调整 所以这并不是很快 来看一下 这里细节拉近 就是说天鹏的优势 在于荣缩缕 对 他转向好了 还有转向的路线 对 草丛出 接单谈延续 还是做得很贴贴 小玉也很贴 这里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 而且这样一个距离 是可以达成一个撞击的 哎呀 这个撞击不好 你得再撞一下 很难受 这样的 小玉在最后 可以顺利地出现 最后是3比2 这把比小玉 可以顺利出现 赛点局来了 RSD来到了赛点局 4比2 这一个 他们等了太长时间 现在离胜利 只差一步之遥 冒险 两个人成绩特别相近 只差顶点 顶6秒 没错 而且我 说过无数次 在赛点局跑11成 太煎熬了 就跟你说 这有可能一圈看下来 我们就能够知道 谁是冠军了 太煎熬了 心态的博弈 来看一下 近在11成 小玉的小飘起步 能快吗 还是快 这一圈太多了 这一下 小玉直接站进 领跑位 而且一个车身位 还蹭了一下 这边就很难 这一圈就延不上 很难做最坑了 小玉直接来到领跑位 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 现在得做极限了 年轻人 哎呀 年轻人又撞飘了 这边小玉 暂时在领跑位 这只是第一圈 宁晴仍然是有机会的 这个是顶先了半个长直线 断旦CW 再接一次断旦 CW 先不着急 现在有一些屏住呼吸 关键是两个人赛车 使用的是一样的 没错 都是新舞者 后追只能够通过路线 极限一些 但是是拉近了一些距离 目前要轻 小玉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小玉 现在不可能做极限 对 他挺稳了 他不可能做极限 他每个弯道过得都很飞 对 你看这里出弯 但是他过弯快 他现在就坚守两点啊 就是说路线不那么极限 但是过弯快 同时在赌宁自己的失误 没错 可以看出第一圈 这是一个一分的成绩 这手机五十九 接近一分的成绩 对 其实并不算特别的快 没错 宁清有拉近距离 但是这个距离 如果想要实现反超的话 肯定要做非常极限的操作 是 这里出弯 还是没有问题 点了一下刹车 很接边啊 太急险了 距离又有被拉近 但是还是不够做到对抗呀 没错 这一个弯腰中爆给马 没有用爆地 这里削弹要贴 削弹还要贴 出弯 有机会 小玉 这进道口来给对抗点人 没有机会 小玉 这哪了 你这 这里上下了 这样的话 没有太多机会了 这把十一车 走得有点远啊 来看一下小玉的操作 这里小玉 有限一个长直线 是需要球稳 不用过极限 最后的连续弯道 是十一车最美的距离 最后的大连进道 会成为RSE回家的路吗 他们来了 超迟三连进道口 最后的关系 他们来了 他们从未如此艰劲 让我们恭喜 RSE回家来了 RSE回家来了 希望再生 夺冠了 他们是RSE RSE RSE夺冠了 是的 等着太久了 我相信所有的粉丝 他们都在期待 期待地喊出 RSE是冠军的那一刻 RSE就是冠军 五星人天赋负 我心畅胎 三天月佳 可断我 三比一的成绩 今晚的程度上演了 恶狼传说 最后再让我们喊一声 让我们高兴 RSE 获得2019年 军队分析水源 军队赛 休计赛 总冠军 总冠军 冠军 请 五郎之士 势不可挡 RSE 在这一刻 RSE的粉丝 再次喊出你们的声音 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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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E